Hello 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2号 今天是我们中共二十大县里的最后一弹 第七弹 也是中国危机路线图的最后一个危机 中国难民危机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给大家捋一下 我们中国危机路线图 阐述了中国未来要发生的 或者正在发生的七大危机 从债务危机开始 到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接着是经济萧条 在后面就是社会危机 政治危机 那到今天的这个难民危机 我们在危机的各个阶段 都提醒大家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 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到最后一个难民危机 这一关口呢 确实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在难民危机的时候呢 可能伤亡也是最为惨重 所以给大家一起分享 那本期节目依然有 Sunrun美国最大的家用太阳能 解决方案供应商 Sunrun特约播出 然后如果大家在美国呢 想安装太阳能降低你的电费支出 把你的电费账单呢 每个月降低30%到50%的话呢 欢迎联系老秦 老秦可以给你做一个免费的评估 这是我完成了对大家的承诺 我说要把这本书的 作为一个视频版 今天应该这本书的最后一期 也是最重要的一期 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支持 喜欢我们节目呢 欢迎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在我们YouTube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有兴趣的话可以把我过去几年的节目看一下 很多人说我们节目是 很早了就把中国未来要发生的事给大家讲了 提醒做一些预警 有很多人听了这些我们的建议 也有人没有听 不管怎么说 亡羊补牢 一味玩意 未来发生的事情可能更让你 沉默结舌 这样子 好吧 谢谢大家 言归正传 中国难民危机 自救逃亡指南 1950年代初期 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控制权后 中华民国相关政府的军政人员 以及资本家地主农民等 为了逃避新政权 南下逃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50年代末 60年代初 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 逃港潮延续不断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档案显示 仅1957年 1962年和1972年 及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的逃亡潮中 逃港者人数高达56万人 有先见知名的人 早在1949年之前就开始成功逃亡 后知后觉的人发现 中共建政后很快发动三反五反 镇压反革命 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 依然留在大陆的政治资本家 地主富农 和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都被清算 并受到批斗迫害 为了活命 很多人突破边境封锁 以各种方式逃离大陆 揭开了逃港潮的序幕 1957年 中国大陆发起反右运动 结果大量知识分子和异见者 被打成右派 受到迫害 引发第一次大规模 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逃亡潮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 引发的大饥荒 许多广东农民为了生存 纷纷外逃香港 此后的逃港活动 基本上是因为经济原因 主要是老百姓太穷了 冒死去香港寻找活路 根据中国的官方资料 仅1979年 广州因逃港失败 而被捕入狱者高达5万人 广东全省高达30万人 逃港难民多为农民 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 学生 知识分子 工人甚至军人 这是中共建政后 规模最大的 长达数年 以逃亡香港为主的难民危机 当时逃亡主要分水路和陆路 水路主要由广东沿海地区 乘渔船进入香港水域登陆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 就是1967年 乘船由水路逃亡香港 陆路 分为东线 中线和西线 东线多为深圳北部 及东边各县市 主要是惠阳地区 梅县地区 及汕头地区来的逃亡的难民 从惠州出发 徒步穿过惠东河保安 攀越梧桐山 进入当时的阴界 或者从盐田 大鹏和南澳一带 游过大鹏湾 由于湾里有很多鲨鱼 很多逃亡者被鲨鱼咬死 中线的逃亡难民 大多是当时的 县级政府出具的证明性 很多是假的 乘坐火车或者汽车 进入深圳 夜间四季在罗湖一带 跨越深圳河 穿过铁丝网进入香港 当时的边防武警和警犬 把守严格 很多人被直接开枪打死 还有一条西线 从蛇口和红树林一带 游过深圳湾 顺利的话 一个多小时 能游到香港新界 西北部的元朗 这条当时的成功率比较高 成功逃到香港的难民总数 达到超过两三百万 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生活困苦自不非说 他们最终都拿到了 香港的身份证 为香港的经济崛起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逃亡失败的难民 除了死在逃亡途中的人 还有很多最终被遣返的老百姓 他们被视为阶级敌人 经常被批判和殴打 最终被送去劳改 这是一代人的血历史 有一个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 《大逃港》 作者陈炳安 有兴趣的人可以专门去了解相关细节 中国历史上发生 多次发生战乱和饥荒 几乎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灾民和难民 四处逃亡的悲惨景象 今时不同往日 历史应该不会重演 如果你 稍微注意一下国际局势 就知道 源自叙利亚的难民危机 已经让整个欧洲焦头烂额 而中国的邻国缅甸也发生了罗兴亚难民危机 很多人为了生存 为了活命 不得不开启了逃亡之路 如果你到了难民危机这个阶段 才想起来逃亡 当然已经晚了一点 到了所有人都想逃亡 一涌而出的时候 代价自然非常高 有时候并不是钱 即使你可能因此倾家荡产 却也无济于事 很多人会在这等中国难民危机中 失去生命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因为孙治安偶发事件 引起了社会危机 导致政治危机后 有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十九大的开末式报告 中共核心习近平说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 和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洋洋洒洒三万多只报告 足足讲了三个半小时 这次二十大报告好像讲了一个半小时 时间缩短了 现场两千多名代表 震惊危惧 全国电视媒体直播 号召全民学习观看 这个发言说得很好啊 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哪一次官方发言说得不好呢 没有 这就是愚民之术 美丽的谎言 人们最喜欢听 遍布全国的严密监控和军景维稳 又是另外一套话语体系 那就是暴力 谎言加暴力组成了中国近乎完美的国家机器 习近平报告 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实习老百姓对目前的经济 政治文化 社会和生态 通通不满意 这是本轮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面对汹涌而来的滔滔民意 中国要么继续武力镇压 一条路走到黑 中国彻底走向加强版的北朝鲜道路 要么一夜之间坐鸟树散 政党和政权毫无征兆的原子化崩溃 无论哪一种结果 都会爆发中国难民危机 直至后者可能会惨烈树壁 有如王力雄的黄祸再现 如果中共冒天下之大不韦 强力血腥镇压 中国社会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实现全面的军事管制 经济持续萧条 自不被说 对绝大多数人饥饿将是一种常态 为了逃生 每个人都很荒不择路 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在之前多轮的逃亡窗口关闭之前 离开中国 也不要完全放弃希望 如果你手中握有救命的美元 你还可以勉强算得上 过上体面的生活 你还是很有希望去申请一张美国的签证 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签证 只要你没有上政府的特别的黑名单 顺利出境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不管机票有多么的昂贵 请尽快离开 我强调过多次 提前申请美国十年旅游签证的重要性 如果你看了这期节目 或者之前看了这本书之后 马上去办理护照和签证还来得及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好像你要办旅游签证 那个护照没有护照的话 办护照或者更新护照 他都不给你 然后每年来美国旅游一次 当危机上演之后 你随时可以买一张机票离开 目前旅游签证比较宽松 特别是针对中产家庭 这个要打问号 现在不太宽松了 到现在为止 可以想象的是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的持续恶化 中国难民蜂拥而出 包括美国签证在内的各国签证政策 一定会收紧 光预约排队的时间 可能会长达几个月甚至更久 可能会让你错过更好的逃亡时机 我的建议是此时此刻 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 能走的马上走 不能走的也要想尽办法走 我推荐大家逃亡的目的地首选美国 美国有大规模接纳中国难民的综合实力 就好像上世纪的难民逃亡香港一样 逃亡美国的难民最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顺利的拿到美国的合法身份 甚至加入美国国籍 让子孙后代过上相对比较平稳和优越的生活 我预计能够成功逃到美国的中国难民 大约会在50万左右 最低估想 最低估计 想来美国的人至少在5000万以上 能来美国的算是幸运儿 基本上是百里挑一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为这一天 做过任何资金上或者思想上的准备 那么你来美国的概率几乎为零 机会永远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能够 预计能够逃到美国的中国难民 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有较强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的中产阶级为主 他们为这一天的到来 一定做过各种精心准备 甚至模拟演练 如果你决心离开中国 一定还是会有办法 除了在开通国际航班的大城市 坐飞机离开 要准备其他的选项 你可能不够幸运 买不到机票 或者机票很贵 也非常紧俏 不管你有没有美国签证 买任何国家的签证 办任何国家的签证都可以 当然这个朝鲜啊 什么非洲国家要除外 如果买不到直接离境的机票 请立即准备通过陆路边境离开 拥有签证的人 可以尝试进入香港 从香港飞到世界各国 留在香港或者想办法去台湾 也是一个选择 都是中国人 语言文字相通 他们届时也会接纳一部分难民 但基于自身利益和条件所见 港台加起来能够最终接受的难民数量 也最多只在50万左右 既来自则安之 尽量去适应新环境新生活 起码没有生死成亡之忧 还有一条陆路通道 就是通过广西和云南的边境离开 通过缅甸 布丹 越南 老郭等国之后 辗转抵达泰国停留 如果不能从曼谷飞去其他国家 只能先选择留在泰国 就目前情况 泰国的工作签证很容易办理 有很多中国人选择泰国做跳板 离开中国 起码生命财产安全有了基本的保障 联合国在泰国设有难民属 中国危机爆发 中国难民危机爆发后 包括联合国在立的国际社会 一定会加大的救援力度 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在泰国自给自足 就去难民属 填表 登记 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难民 等待安置 起码暂时有一个保障 这也是暂时 因为人数太多 可能政府 就是国际社会也没有办法照顾到 请记住一点 通过中国云南广西边境离开中国 不管你有没有护照 不管你有没有钱 都可以做到 因为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 即使有边防无警所谓 基本上行同虚设 一定可以离开 这点我要打个问号 因为这几年 中共其实以防疫为名 在中国的很多边境线上 拉了很多铁丝网 必要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通电 阻止中国国民逃难 中国难民离开 就是说要死也死在中国 这样子 所以中共政权在这一点上 是毫不舒染 毫无人性 提醒大家注意 最近几年 中国政府加强对异议人士监控 不允许他们通过正常海关 边柬出境 都是从选择从云南广西边境离开 没有特殊的难度 普通人都可以做得到 你可以找当地的舌头办理 有可能舌头带你翻山越岭 也可能舌头会买通边防武警 相对检查一点 目前行情在三五千人民币 但到了难民危机的时候 估计只认美元 价格也就随行就是 如果你没有钱 或者因为各种原因 上了政府的黑名单 可能可以选择自己翻越边境离开 我推荐一条从云南景洪出境 转到老挝去泰国的逃亡路线 有很多身份敏感的朋友 多次顺利出入境 毫无障碍 特别提醒 如果是因为在社会危机阶段 上街抗议上了黑名单 切记不要贪图便宜 便利 联系舌头 舌头非常有可能见利忘义 把你送给政府邀功 至于逃难是越简单越好 重要的美元和身份证件 证件和钱尽可能分开放 多处存放 万一遇上打劫或者意外 不至于流落街头 逃难做难民 当然是一个非常惊险的旅程 如果不是被逼到这个程度 谁愿意背井离乡 好消息是只要离开中国边境 整体的安全系数会提升 我预计能从广西和云南 陆陆边境成功逃亡的难民 在一百万左右 如果中国难民最终能够顺利逃出来 总数在两百万左右 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做难民逃亡的勇气 即使到了生死关头 还有一些人有勇气 但是没有准备 加上没有运气 最后也是前功尽弃 胜利大逃亡之后的生活 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肯定还有很多现实的困难 只要去努力克服 特别是脱家带口人 逃不掉人只能倾天由命 做牛做马 做一个新时代的奴隶 或者说暗无天日 身不由己 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 等待下一次曙光的来临 或许五年之后 会有另外一次历史的转折点 有时候我可能过于悲观 如果你不想离开中国 待在安全屋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 安心的按照政府要求去生活 走一步看一步 社会秩序和生产都会慢慢的恢复 血腥镇压会让人民感觉恐惧 像1989年那一次一样 没有人再敢公开反抗政府 失败的情绪和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没漫在空气之中 无比压抑 但也要生活 请记住 如果此时你还有之前兑换的美元 现金或者金条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使用 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好 用塑料袋或者黄油纸包装好 在户外一个无人制造的地方 挖一个深坑埋藏好 等未来中国出现新的变局之后再使用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如果是人民币就没有必要了 未来肯定是废纸都不如 请坚信 即使再严密再残酷的统治 无论如何也很难再超过20年 历史可能走向另外一边 当中共政府和军队 彻底镇压了意志瓦解之后 政府一夜之间垮台 我也描述过那些可能出现的 悲惨的画面 这种人道灾难 当事人可能一辈子都有心理阴影 绝对不亚于战争 数亿的底层草根的疯狂 制造的惨剧 一轮又一轮的烧杀抢掠 上千万人死伤的代价 可能需要半年后才能逐渐恢复平静 在这半年内 有准备的人如果不能离开中国 请一定要安心躲在自己的安全屋里 夹着尾巴做人 和朋友邻居一起联防治保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可以保证前生而退 我曾经说过 这是生活社会的一次残酷的洗牌 整个社会阶层都会被打乱 处于金字塔顶层的权力精英 和财富精英不是逃亡就是死亡 中产阶级也都沦为平民 底层草根之中的少数精英 反而有机会逆袭 成为掌握话语权的新贵阶层 其中有胆有识的草根 将为凭借在这次社会运动动荡中 磨爬滚打建立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有的人成为黑道的大哥 呼风唤雨 有的人因为成功组建自卫联防队 保一方平安 被众人拥戴 未来可能会成为民选的政治人物 长达半年的极其混乱的局面 最终可能会因为人力理性的回归而停止 全国各地从城市到乡村 慢慢形成自治的社会氛围 在全国范围里还是 在某些局部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人 这些经历过九十一生的有识之事 终于开始慢慢站出来舒适残局 他们或许是普志强这样的维权律师 或许是汪洋这样的 没有逃离中国的开明派前政府高官 当然也会有海外长期关注中国的流亡人士 回到大陆 中国几乎是一片废墟 没有经历战争 却甚至遭遇过战争 这是一个难得的平静期 如果你热爱中国 有所作为 你可以留在中国 贡献力量 让国家重新站立 对今天的精英和有理想的草根来说 都是一个难得的施展报复的机会 很多人依然是极其恐惧 对未来根本没有信心 开始慌不择路地选择逃亡 因此 中国难民危机依然会爆发 不幸的是 因为外逃的人数实在太多 特别是西部边境省份和东南沿海省份 很多国家拒绝接受中国难民 此时国际社会也感觉非常恐惧和无力 坦白说中国是一个烂摊子 无人可以浮起来的烂摊子 不光是台湾和香港会陆续宣布独立 包括新疆西藏也肯定会宣布独立 在美国等国际社会的操作和扶持下 中国各省也可能会陆续宣布独立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中国可能会被分裂从数十个国家 这种分裂可能性大于中国统一 并走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性 一个统一的强大中国 不管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 对世界各国始终是一个强劲的 不可挑战的对手 这与意识形态无关 对14亿中国人到底是福还是祸 无人知晓 因为一切自有天意 当中国政府原子化崩溃之后 半年之内中国会陷入严重的内乱 上千万人死伤 逐渐恢复平静 最终被分解从无数个政治实体 不一定都是民主国家 肯定有很多军阀 甚至军事政权产生 只要是分裂 未来一定会埋下祸根 未来数十年都不能享有 真正的太平岁月 很多有识之士 如果不想站上历史舞台 可能会选择离开 此时 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民主国家 可能基于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战略姿态 会通过特别法案 接受来自中国的难民 特别是拥有专业才干的技术精英 还有拥有资金的少部分有钱人 当然也会顺便接受一些普通难民 作为廉价的劳动力 这些来自中国的难民 一定会成为这些国家 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至于他们的难民逃亡路径 和中国政府严控状态下的逃亡 并无多大不同 区别是没有政府统一的边防管理 但不排除一些地方灰色武装 或者势力敲诈勒索 把按照中国人的秉性 逃亡路上请记住一句话 有钱好办事 可以把钱分成很多份 一路打点不同的妖魔鬼怪 我常说一句话 自救者天就知 这能自债务危机开始的一些系列危机 如果是上天对中国人的惩罚 那么我们一定要心有敬畏 积极准备 才有可能逃过此劫 并让自己和家人尽可能少数磨难 平安是福 中国危机大逃亡 应该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 有人早就意识到未来发展 可能发展的巨大灾难 包括我在内 必须启动对自己和家人的拯救行动计划 如果你看到这本书 当然现在你听到这期节目 看到这期节目 对未来还有一些疑虑 也请做一些积极和必要的准备 未雨绸缪 随着时间流逝 越大后面成本越高 但困难越大 生命和财产损失也会越大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是提醒这种巨大的风险 我非常常常期望 我整个中国危机路线图 都是错误的 期待上天可以给中国人多一点时间 尽可能解决现在的问题 而不是让整个社会 经济政治局势一步步失控 迈向无法挽回的深渊 对于每个人 每个家庭 每个民族 对每个国家都是一种 我们无法自身了解的宿命 古往今来 多少人和家族的命运颠沛流离 多少辉煌的民族和国家 最终消失在慢慢的历史长河 我唯有 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和敬畏的心 为所有有缘看到这本书的人 为有缘看到我们这期视频节目的人 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祈祷平安 这个难民危机 中国难民危机的自救逃亡讲完了 我最后这边还有一篇后继 后继是逃亡 不过是一场生命旅程 我可能 后面会有空的话 可能单独再录一期节目 给大家分享好了 谢谢大家 收看收听 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看法或者有任何的感想 欢迎在我们YouTube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